大大前段时间有个同学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他问大大我们在平时拍摄的过程中 要如何精准的控制照片的对焦呀 那学摄影的同学学摄影的过程中问出这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值得表扬的 但同时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所以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专门你的一个分享视频 来尝试回答解决这一个同学的疑问 一个相机在拍摄的过程中 要控制相机来完成对焦 让照片的焦点清晰 焦点位置准确 照片是清晰的 那这一个过程我们要控制相机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告诉相机你的焦点在哪里 在你整个曲线视线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那怎么告诉他呢 我们可以通过参数自动对焦区域模式这个参数 来告诉这个相机你的对焦框 放在哪个位置上面 那么那个主体就是作为焦点的位置 这是第一步 告诉相机对焦点的位置 放在哪一个主体上面 移动对焦框对准它 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了解第一个对焦相关的参数 自动对焦区域模式了 这个参数我们会 我们有在这个摄影入门30克里面讲解 然后第二步 告诉了相机焦点的位置之后 你还得帮助相机让这个焦点变清晰 这是第二步 那有两种方法 一种你可以使用手动对焦 切换相机成对焦 然后旋转镜头上面对焦环 让这个主体变清晰 其实这一个过程相当于是把这个焦平面 从后面慢慢往前移移 移到这个焦点主体的这个位置上面 就我们拍摄空间是一个纵深的空间嘛 那么相机它本身镜头前面有一个焦平面 大概是一个球形的一个球面 这相当于是一个球形 一个球面 那这个面上所有切过它的主体都是清晰的 我们需要驱使相机的这个焦平面 正好跟我们的焦点主体重合 那这个主体才会变清晰 所以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用手动对焦 旋转对焦环 让这个焦平面一步一步往前挪 挪到主体上面 那么主体就会变清晰 或者你也可以使用相机里面给我们设置 提供的对焦模式这个参数 选择自动对焦 自动对焦模式里面的任何一种 然后办案快门 那么相机会直接驱使这个焦平面 跟你上一步选择焦点位置重合 来让这个目的变清晰 这个是相机对焦的全过程 那回到这个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如何控制拍摄过程中精准对焦 也就相当于你要了解这两个参数 灵活掌控这两个参数 来联动这两个参数 让焦点的位置确定 让这个焦点的焦平面跟焦点的位置重合 才能够完成一整个对焦过程 这个是我给出的答案 那也希望能够解答这一位同学的疑问 或者说如果你也有跟对焦相关的疑问的话 你也可以看这个视频 希望可以给到你一些信息量 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先讲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记得三连关注点赞